好 今年說到受到疫情的影響 之下這國內旅遊的風氣盛行 很多人沒辦法出國 就選擇到東部或是離島來玩水 可是卻不了解當地的氣候 以及海流頻頻傳出海上活動的意外 我們來看光是昨天 像是澎湖綠島就接連 發生舵起的意外事證 游客是滑蜻蜓還有浮潛 結果被強勁的風浪衝到了外海 還好有海巡隊快速救援 才沒有釀成大禍 橘黃色蜻蜓海上漂浮 船身搖搖晃晃 上頭兩名女子高舉滑獎等待救援 風浪強勁 海象惡劣 生怕一個不小心蜻蜓就要翻覆海中 海巡人員費了好一番功夫 才將他們救上巡防艇 他們說沒風浪 我不知道那個風浪根本沒有 然後就生命出去了 事發在澎湖十里海域 兩名女子是外地遊客 二十六號上午在岸邊滑蜻蜓 不了解強勁海流就這樣 一路飄到外海無力滑回岸邊 幸好遇上巡邏中的海巡隊 才幸運獲救沒有受傷 人員都已經安全地上岸 已經安全地上岸 同一天下午在綠島 也發生了類似意外 海巡署接獲民眾報案 十浪浮潛區有一對母女黨浮潛客 疑似是遭到海流代理岸祭 又不回岸邊 立即聯繫當地漁船前往救援 發現他們被海流 衝到50公尺遠的地方 所幸順利獲救沒有大礙 國旅正夯 今年夏天東部離島遊客暴增 光是二十六號一天內 澎湖綠島發生多起海上活動意外 當天晚上綠島甚至還傳出 十八名遊客在中寮港附近 潛水也遇上強勁風浪 海巡消防聯手 才將海上漂流多時的他們就上岸 很多人都體力不支 夏天玩水不熟悉海流氣候 沒有專業教練 千萬別輕易下水 記者綜合報導 和尊吉姜 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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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